你现在你报警都没有事 拆遍你怎么管 行 大家听到了吧 他在说话报警都没有余 你看他们说话多猖狂 我希望你们所有的看到这视频的观众 能把这正能量转播一下 嗨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新年快乐 大家都过得好吗 今天我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小冯都这么的白痴 因为这就正源自于他们每天的饮食习惯 就是他们每天都有可能吃的 就是地沟油 在抓住抓住 有的娃呀 哪个不晓得我的娃吗 你这都要上手包吗 对 这好成功哦 好成功 你不是偷旋的手吧 上古我偷旋了 这个好成功哦 你给我去找 这视频你们大家看看 我现在传到网上了 让你们大家来看一看 公认一下 他们说他掏在地沟油 有官方批准的 我也不知道现在哪个官方能批准 掏在地沟油 他说他们掏在地沟油 有合法手续的 我希望有关部门能检查一下 他们合法的手续在哪 希望大家能看到这视频 都给我转播一下 你现在你报警都没有 拆遍你怎么办 行 大家听到了吧 他在说话报警都没有 你看他们说话多猖狂 我希望你们 所有的看到这视频的观众 能把这正能量转播一下 你拍我干嘛 你拍我干嘛 对啊 我发到网上去 你们就典型的 搞地沟油的呀 对吧 这个呀 不管你一个事的 他搞地沟油不管我的事是什么 我就要发到网上现在 我发到网上去 是不是在弄地沟油 我发你什么事的 你没有群众吗 你没有群众吗 你没有群众 这次才回社会的 这次才回社会的他们就发梅了 就发梅了 就相当于说 这次几个药 这次叫几个药 这个是叫几个药 这个是叫几个药 这个是搞好好的 发现 这名店员撒了谎 视频中很清晰地看到 店员将废油倒入到不锈钢桶内 每天夜里 都会有店员将废油桶内的辣椒 花椒 还有顾客用锅的纸穴捞出丢掉 在监控视频中 清晰地看到 生产老油的全过程 首先由店里服务员将顾客吃剩的火锅锅底 直接回收到不锈钢桶内 在由后厨人员锅滤掉杂志后 进行洗油 画面中工作人员直接将废油桶放到锅灶上加热熬制 重新熬制的油颜色会更加鲜亮 借着工作人员会将老油参入炒锅 加入新的油再次熬制 这样熬制后的锅底成品会直接端上餐桌 口水油就是地沟油 所谓口水油就是你吃剩下的菜 没有进入到下水道里面 在提炼提炼 又重新给了下一周客人 这里边掺杂着你的口水 你的唾液乱七八糟的东西 光听大家都已经觉得非常恶心了 你在干嘛 没有我看你弄的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地沟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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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特打地沟油岸浮出水面 大企业专门花高价收购地沟油 为何捋进不止 眼前的这些菜肴是不是看起来很美味 但如果告诉你这是地沟油做的 你还敢吃吗 这东西估计连隔壁阿三的肠胃都承受不住 地沟油从1998年就开始出现了 为什么到现在还屡进不止呢 你没有听错 我相信荧幕前的很多我的大陆粉丝都知道 在我们中国啊 2011年的时候就爆发了 骇人听闻的 惊动全中国的地沟油事件 在全中国各个省份都相继地出现了地沟油事件 已经过去十多年了 直到2023年 还是有这种事相继的曝光 其中也包括一位我们频道的中国大陆的粉丝 他也有来信告诉我 他说陈老师我重庆朋友曝光一家餐厅 一直使用地沟油 被拍到现行还不承认 报警之后警察不立案 甚至接到很多未知的威胁电话 希望你能曝光一下 那那位朋友也有提到说 他的一位朋友就是在自己的跳动工作 也就是抖音公司工作 像是这些媒体平台啊 都会去限制这样的影片 像是这种曝光影片 如果屡次不改还会遭到封号 那像是这样一则2023年开年很丢脸的一则新闻 也传到了国外 但是呢很多小粉红就出征了 我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出征的 很多小粉红就为此开始席地 有小粉红就说啊 怎么确定是真的呢 这影片都有了 你还说不是真的 哦影片也可以造假 对吧 所以你觉得你应该本人 给你买一张火车票 对不对 给你买个飞机票 让你飞到那边去看一下 让你在空中看 哦这是真的 真的有在 不是在拍电影 对吧 这时你们不提中文了吗 中文也可能是在台港新马 你的意思是说 这些店面啊 上面有中文的字体 不一定是在中国 对吧 毕竟中华文化博大进生 全世界很多有华语国家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台湾 香港 对不对 不可能是在中国啊 也有可能是在台湾 对不对 哎 这样 这样 这样还是挺有道理 挺有逻辑的 哎 你们小朋友真的洗地 真的洗得有点过分了 明明是简体字 你说是台湾 好 你到时候又会说 哇 这是统派 这是那些 星象祖国的台湾同胞 也有可能是在台湾的餐厅 哎 真的啊 你们没办法 台友小朋友表示 找不到抹黑中国的点了吗 又抹黑中国美食文化了吗 你觉得如果这些外国媒体报道新闻事实都算抹黑的话 那请先说你们中国人在抹黑 因为这个最先报道的最先发出来的都是中国的网友检举的曝光的 你去说那些曝光者 他们是境外势力 他们在抹黑中国 当然我这里要替他们讲一句话 我觉得那些中国人啊 他们也不是什么境外势力 也不是在抹黑中国 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新闻事实 他们只是关注到的食安问题 哪里在抹黑中国了 哪里在抹黑中国美食文化了 如果你觉得国外都在抹黑中国文化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走出中国 你可以来一下台湾 你也可以来一下美国 你可以在纽约走一走 我觉得在这些国家 你都能深刻的感受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 不是吗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的 很多人去到了台湾 才发现了传统文化的美 哎 在有些国家被改的都不像个样子 连一个汉字都要去改 甚至有些小粉真的脑袋被洗得坏了 他说台湾人自己去特地用了一个字体 繁体 甚至有人说台湾人现在用的国旗 而是台湾人自己改的 制造的 你们都不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你们要另外去改一个 另外自己去设计一个 连汉字都要自己去用一个跟我们中国不一样的 你们这就是在去中国化 啊真的超白痴的 除了在2023年这么一则丢脸的新闻之外呢 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境内 在深圳出现了一则入华的新闻 中国人入自己 我也不知道入哪里了 啊 这是 这不是我说的 小粉红说的 原因就是啊 深圳的一些商家啊 为了营造更浓郁的节日气息 挂了很多的灯笼 五颜六色 其中啊 最主要的还是红色跟白色 那尤其是白色比较多 这就让一些小粉就比较敏感 他认为这是采用了日本的文化 收到一个新闻啊 我定径一看 这不简单啊 这真的是小刀拉屁股 真让我开了眼 在深圳的一家商场 悬挂白色的灯笼 就连整个集市都是白色的 天天搞这些东西 别人都耍刀 你非得叫耍贱 你们说啊 咱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哪位大哥的大前门 拉链没扣紧 把他给露出来了 你们真的是癞蛤蟆过脚面 你不吓人 你各样人 真的是话中取宠 难看死了 太晦气 还有那些去逛集市的人 你瞎呀你啊 你看着不对劲 你还往里走 你不觉得诡异吗 行啊 别在这像跳聊小丑一样了 上算下跳 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干什么 有本事就切磋切磋 没本事你就憋着 总挑这个事 总挑那个事 可耻至极 勿忘国耻 牢记使命 欲解当年金灵痛 金戈铁马踏扶桑 这年头想不辱华都难啊 我也不知道 这到底哪里辱华了 真的 这些小疯啊 你真的好好去了解些 你不知道的是啊 在中国 北方很多的一些民族啊 有自己民族的特色 他们就是挂白色灯笼的 那我也相信中国这么大嘛 有些地方甚至吃的都不一样 那像是我们在南方的 我们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 都吃团年饭 但是在中国北方呢 他就是不是这么过的 他们是吃饺子 跟韩国一样的 那些人吃饺子 是不是都在入华呢 是不是在学习韩国呢 灯笼在古代中国 有很多的样式 那甚至在今天的中国 也有不同的颜色 那请问为什么灯笼 今天就一定要用红色 才能是中国的灯笼呢 原来自己的国家的文化历史 都不这么了解 哎 你真的了解一下 看一下中国的南方 有些地方的灯笼 它是用粉色的 还有蓝色的 我就建议你们出征一下 那些用粉色灯笼的 那些传统文化 那有些民族 他用粉色的 他可能就是在入粉 入小粉红 我建议你们还去出征一下 像是这样的一则新闻呢 也少不了一些 中国网友的爱国喜地 其中有网友就表示啊 我就知道 最近这一系列的操作 都是国外联合起来的小动作 目的是为了偷走中国文化 潜移默化地 抢走属于中国人的节日 先有日本人 不过我们的春节 改过西元的元旦 昨天有韩国总理 穿韩服庆祝新年 今天又有 我国台湾省省省长蔡英文 用Lunar和农历新年四个字 庆祝中国年 甚至今天连我们深圳 过春节都出现日本式的灯笼 想想都觉得蹊跷 为中国感到心疼 深圳怎么这么不要脸 哇 小粉红真的是疯起来 连自己人都骂 你这就不算入华吗 你们自己骂中国就不算入华吗 我相信啊 今天如果是国外 如果是台湾来讲深圳的话 你们就会说是入华 那你们讲深圳就不是入华吗 深圳就不是中国的了吗 深圳怎么这么不要脸 下次不去深圳了 重点是我看很多网友分析 觉得深圳是受香港影响了 因为他们之间有交界 很近 而且香港都是外国洗脑的思想 所以深圳很容易被境外势力渗透 好在第一时间被我们报道出来了 希望国家彻查 支持中国 这样的一则新闻 他都能联想到支持中国上去 搞得好像中国在跟其他国家 在打比赛 在竞争吗 用了其他颜色的灯笼 这个跟支持中国有什么关系 你们这些小粉丝真的是 被这些民粹思想 民族教育 被这些爱国教育洗脑的 真的是没有一点逻辑 那其中还有其他文言表示 我昨天在广州这边的商场也看到有翻译成Luna New Year 我果断把他撕了 爱国不犯法 同样的是 昨天在纽约的同胞被美国警察拘留了 在中国真的很自由 那些说中国没有自由的如果知道了肯定很打脸 我现在能发微博说明我没被抓 下次见一次 我试一次 在美国不论你是中国人身份还是你本身就是美国人 你去撕掉别人的东西这都是破坏公务 欺占他人财产 你撕掉别人的东西你说这是自由还不犯法 那今天如果中国人举一张白纸都会被拘留 你说这种法律双不双标 有没有法治可言 OK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